这个忘费的早餐 我是台北市议员 旅客109.9月8号星期二 礼拜二的时间 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 大概就会是潘怀宗的时间 好长时间呢 请杨丁大学神经药理所的教授 也是台北市议员 也是我的老朋友老邻居 也是广告天王 潘怀宗 他他真正的重要呢 是非得来非得早餐的固定来宾 这才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身份 对不对 没错 这我一直都觉得 能够当相容的这个访问受访者 觉得非常光荣 对不当市议员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讲的对 不当教授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不教授还是要当啊 因为你没有教授 你怎么讲医疗薪资啊 好啦开玩笑的 好 那长时间呢 请怀宗的为大家提供的 这些医学薪资呢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 这是一个叫好又叫做的代议员 而且呢 时间持续了这么久 在这个代议员里面呢 我其实做两个 除了就是说请怀宗的为大家呢 因为只有他有这种sense 去整理呢 最新的国际的这些呢 医学的药学的资讯 提供给大家 可以呢 抢先做深度的解读 了解呢 就医药方面的这些呢 发展 第二个呢 我觉得在 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你可以去 去 在旁边听 在旁边看 可以知道呢 潘怀宗在判断一些的 医学发展趋势的精准度 这个呢 其实是你在听这个单元里面的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因为每天 每个礼拜呢 所发布的医学的讯息量 是非常多的 没错 非常多 但是你如何从那像海一样东西里面呢 去掏出一些 哎 你要觉得这件事 事情是有未来性的 是直接我们注意的 那个嗅嗅觉 就是很专业的 一般人办不到的 好 今天呢 我们来 我们来关注呢 关注 唯骨力 没有啦 我开玩笑的 不是啦 关注呢 对 骨质疏松症药物 会使骨骼更脆弱吗 对 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题目 因为你刚刚讲到 也是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 我们人年纪大了 那骨头就会疏松 叫骨质疏松 当然有些人 因为生活习惯不好 比如说喝酒抽烟 或者是因为饮食不正常 生活形态不好 那骨松的更厉害 但是年纪本来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子 对于骨松来讲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人很多 骨质疏松症的人很多 那如果骨质疏松以后呢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就是很容易骨折 什么叫很容易骨折呢 一般正常来讲 我们如果穿这个高跟鞋 或穿鞋子 不小心崴了脚 你年轻的时候崴了脚 就是脚有点受伤会痛 可是呢 隔几天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骨松了崴了脚 它有可能脚就骨折了 你很难想象 你很难想象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你在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 那你摔倒 你的手一定会去扶嘛 没错 对好 那你手去扶 年轻的时候手一扶 就哇 手很痛 当然 但你如果骨松手去扶 手就断掉了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呢 它骨折的容易度 变得非常容易 这就叫骨松 所以骨松的意思就是说 本来在正常人跌倒的 这个强度或高度 或力量是不会骨折的 但是你却会 这种就叫骨松 那但因为骨折以后呢 很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伤筋断骨啊 都要各 对啊 都要各把个月 三个月 伤筋动骨一百天 对啊 所以那是很辛苦 那还有的地方的骨折 是基本上很难处理的 比如说脊椎性压迫性骨折 就是脊椎那个脊柱啊 整个摊掉了 摊掉以后 它就会压到神经 就很痛 所以它是上下压 对对对 上下压迫 这就叫脊椎压迫性骨折 那它之所以会骨折 也是因为你那个脊柱骨松 造成的 那甚至有些脊椎压迫性骨折 造成很多人 那个老先生走路的时候 就非常的弯腰 那或者是 扣楼 对 或者往一边倾斜 然后甚至呢 非常疼痛 那有的痛不欲生 甚至有的人都觉得 好像人生很乏味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骨松带来的问题 所以因此呢 科学家就一直有在发明这个骨松药 那目前这个骨松药呢 也很进步 这几年进步很多 所以其实这个药理学家还蛮认真的 那现在主要两大宗的这个骨松药物 一种叫开源 一种叫节瘤 因为我们这个骨头 它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有一个细胞是专门去吃骨头的 这叫死骨细胞 死骨细胞就是呢 把这个骨头先吃掉 那但是它吃掉 它不是吃好的骨头 它会把那种比较老的 旧的坏的先吃掉 就有点更新的意思 然后呢 另外有一个沉骨细胞 沉就是生沉的意思 制造骨头 制造骨头又把它补上去 所以如果你吃骨头的速度 跟补骨头的速度都对的话 两个如果全等的话 那你会想象 这个骨头是非常健康的 为什么呢 不好的它把它吃掉 好的然后吃掉以后 它又把它长好 那就永远保持那个骨头 都是最好的 所以这两个细胞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啊 大家携手合作啊 维持的很好 可是等到你年老了以后呢 问题来了 这个吃骨头的细胞继续吃 长骨头的细胞 它不长了 或长得慢了 这时候如果你让它一直吃的话呢 骨细会越来越严重 那当然这 刚刚我讲的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机制 不包括你生活习惯不好 喝酒抽烟这些问题 那那种就会使骨石流失更严重 那就更严重了 也就是说除了吃骨头 那个细胞在照捏之外呢 其他还有你生活习惯不好 照着捏 那就更严重了 那所以因此呢 现在骨细药呢 最大宗的药呢 就是把你那个吃骨头 那个细胞啊 把它关起来 拿个笼子给它关起来 不准你吃 你吃太快了 你一天吃 吃两瓶 那我伸骨头一天只伸一瓶 那永远都一直loss啊 所以我把你关起来 所以现在目前最大宗的骨细药 就是让你的这个吃骨头的细胞啊 到旁边去睡觉 或到旁边去关起来 那这个药很多你知道吗 它这个药有所谓的 有口服每周一次的 有口服每月一次的 也有静脉注射 静脉注射每三个月一次的 那也有静脉输注 注射跟输注不一样 注射是一次打完 输注是要慢慢低 静脉输注有每年的 每年静脉输注的 那也有这个每六个月 皮下注射的 那也有每天口服的 所以刚刚我念的这几种吃法 或打针法 都是把那个吃骨头细胞啊 交出去旁边罚站关起来的 那另外呢就是呢 让伸骨头那个细胞啊 活化一点 你伸骨头的细胞 如果伸快一点 不是就好了吗 那伸骨头细胞比较快一点 只有一个药 台湾虽然世界上有两个药 但是有一个药 台湾还没核准 所以呢 在台湾只有一个药 那那个是呢 每天皮下注射 每天哦 就他他就发一根针给你 就有点像那个 那个那个打那个胰岛素一样 对他发一根针给你 你每天就戳在你的皮下打 然后就每天打这样子 所以所以如果你是 有一根针发给你 然后你每天皮下打 那个大概就是让伸骨头细胞啊 活化一点 我先打断 像这种的 比如说把那个 就是说吃骨头的那些细胞 关起来 关起来 或者是说让长骨头的细胞 长快一点 活化 对 如果把吃骨头的细胞关起来 这会不会 我的意思说他 他很明显会让我觉得 他会妨碍骨头的新陈代代谢啊 你讲得真好啊 所以我说你真的是一点就通啊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 有问题 这个治标不治本吧 不是 他现在是这样 我们原来就知道说 你让那个吃骨头细胞慢一点 这个使用上就要比较小心 也就是说他 等到他骨质密度有起来以后呢 就不能一直再用了 就不能一直长期使用 就是医生要观察的 那以前不是曾经有过一次 就是他们使用这个药物 就造成那个齿潮骨全部坏死 你记不记得 那个原因就是呢 他让那个骨头一直长一直长 没有控制那个速度 那使得那个骨头中间 不是有骨髓细胞吗 那个骨髓细胞 那个小 因为中间那个骨髓 那个洞其实是很小的 里面有骨髓 我们后来科学家知道说 那个骨髓 其实对于骨头的健康很重要 所以因此呢 你不能够让他长到 压迫到骨髓的 那个生长空间 如果你压迫到骨髓的生长空间呢 就是如同你讲的 他对于骨头健康产生问题 所以容易坏死 所以现在科学家已经知道 就是说呢 你用这种药啊 不能够无限制的一直用 你要观察骨质密度的起来 因为你把那个吃骨头细胞关起来后 骨质密度开始上升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把它吃 旧的没有人吃掉 那越来越上升越来越上升 上升到一个程度你就要停 不能让它一直上去 否则我们正常人是会维持 那个骨髓的那个空间 不会压迫到骨髓的那个生存空间 你懂我意思吧 那空间被压缩了 所以这个事情科学家已经知道了 但是虽然知道以后 他们现在控制的 也就是说反正就是还不错 控制的还不错 甚至他们知道 如果你有拔牙或直牙的时候 那要更小心 因为那时候有伤口 那对于骨头的那个健康 又影响更大 这些科学家都知道了 自从那个案例之后 医学界不论骨科医师牙科医生 他们都很厉害的都已经知道了 可是今天我要讲的是更进一步的 是由英国伦敦帝国学院 Impiritual College 那么他们的一个机械工程系 一个学生叫马绍成 小朋友 当然可能也不晓得三十几岁 马绍成这个小朋友 他是2014年进入伦敦帝国学院 机械工程系 共读博士 2019年毕业 毕业之后就发表了这篇论文 在2020年发表的 在这个科学报告 Scientific Report 那被科学家注意到了 尤其是BBC 英国的国家广播电台 发现这篇很重要 就把他整体报道了一下 还请他上radio 也跟你一样 就请他上radio 那么他发现什么呢 他就说呢 我们以前就是吃这个 把这个吃骨头细胞 把它关起来 那么虽然有限度的 可以增加骨质密度 同时呢 我们科学家也做过实验 就是他确实可以降低骨折的几率 比如说你原来骨折几率是1 他可以降低0.8 或者0.7 会降低一些 可是以前从来没有去测过 骨头的那个柔软度 就弹性度 结果他呢 就是因为是机械工程系的 专门做力学的 所以因此呢 他就找了30个去世的人 那捐了骨头给他 那他把去世的这30人骨头 这个宽骨 因为我们这个宽骨 是最容易骨折的地方 我们骨折有三个地方 就宽骨 脊髓 跟非脊髓三个地方 那他就特别拿宽骨来做研究 30个捐赠骨头的人 来做研究 然后呢 他就在机械工程系里面 对这些骨头做硬力的变化 然后呢 以前我们很少测骨头的柔软度 因为你像你到医院去测 他会测什么 会测骨密度 你大概还没听过测骨头柔软度 没有 对 那他呢 就发明了一个方式呢 他也是蛮厉害的 他是用什么呢 他是用那个钻石光 就diamond light 他用钻石光呢 然后扰射那个骨头 然后去看那个纤维结构 就是那个 我们骨头其实里面有胶原蛋白 加上很多的矿物质 包括钙啊 铁啊 他是一个混合结构 然后产生那个骨纤维 所以他用这种所谓的扰色的这个 X光的这个用那个钻石的那个技术呢 他去看他的柔软度很厉害 那因为他机械工程师系 他可以去测那个硬力变化跟弹性柔软度 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他说如果你正常骨头 是由这个吃骨细胞去吃 然后呢 生骨细胞去生 出来那个弹性啊 是最好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这个药啊 把那个吃骨头细胞 把它关起来的话呢 最后那个骨头弹性会不见掉 那但是骨密度是上升的 所以因此他一发现这个事实以后呢 那为什么BBC报道的原因就是说呢 那以后你刚刚讲 一开始讲到说 什么叫重点就来了 就我们现在用药 一直是观测他的骨密度 有没有上来 所以那以后可能要考虑 要他的弹性有没有上来 他的柔软度有没有跟着上来 那很难吧 就像你讲的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有人去测骨头的弹性 对啊 那因为以前没有想到这一块啊 大家都会觉得骨头干嘛弹性 骨头越硬越好啊 不是 一般人都会这样讲 那如果你想这个事情呢 我就举个例子告诉你 那个磁器有没有 磁器很硬吧 你单独敲打的时候很硬 但丢到地上会什么 破 很快碎掉 当然 但是如果一个塑胶呢 一个塑胶它 它是硬的 但是不容易 但是它有弹性 它不容易 因为它会弹性 所以因此这位机械工程系的博士 这个马绍辰博士呢 那么他在机械系做硬力变化的时候呢 他在用这个所谓的X光绕色的方式去看的时候 它这个弹性纤维就是它那个胶原蛋白跟矿物质这个弹性纤维 它如果弹性好的话 它那个压力来的时候 它会有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有一个变形 但是它会吸收那个能量 因为你如果能够稍微变形就可以吸收能量 你了解吗 这个 就是说因为我们通常在讲的 硬的东西其实也往往代表脆 对 那你当你硬但没有弹性的时候呢 表面上看起来是硬的 但是如果他碰到比较强的外力 他可能就会脆 脆了之后呢 反而会碎得更严重 你讲的真好啊 所以因此呢 我讲两个英文字 它一个英文字是说 如果你用这种药 特别叫做双磷酸盐药物 就是我刚刚讲说 把那个所谓的那个吃骨头细胞 把它关起来 这个药里面有一个叫双磷酸盐的药物呢 它就会丧失骨头的Flexibility 弹性 Flexibility 然后会让这个骨头变得比较 叫Britol 脆 就完全你那两个字 对 就它会变得比较比较脆 脆了之后呢 你一旦跌倒啊 等等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的骨密度是OK的 但是反而容易呢 可能呢 一碰到比较重的力量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反而更容易断裂 好 因为 因为这个题目好 有趣吧 所以日后 不是 所以日后 它其实有在做一个建议 就是说日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发展 因为这个科学仪器 也是科学家发展的 那你说医生如果要测骨头的柔软度 可能医生没有仪器可以测 那你不能怪他 但是如果科学家发明了这个仪器给他 他就可以测了 你要了解意思吗 像以前那个MRI 医生没有MRI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扫描脑部的一些变化 后来科学家发明了MRI MRI当然不是医生发明的 是物理学家发明的 那发明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拿到什么 拿到医疗来使用 那这个人当然也得诺贝尔奖 就只要发明这种仪器的 每个都得诺贝尔奖 好 因为现在 坦白说 我们现在去看病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是电脑在在看病 也不能这样讲 医生还是很重要了 医生很重要 这是一个老中医讲的 老中医说 我们中医是不会用电脑看病的 你们西医都是用电脑看病的 仪器啦 仪器的检验 不过就是说 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长寿 因此有两种你身体当中 过去不被当病的病 现在出来了 一个叫做骨松 一个叫做鸡少 骨骼跟肌肉 我们会觉得我能走就好了 那个骨头 骨头干嘛要多硬 肌肉为什么要多少步 如果你年纪渐长 如果你有骨松 有鸡少 以至于你的行动受影响 或者行动的风险提高 你会很不踏实 他虽然不像是什么癌症 或者三高 心血管疾病 那么听起来这么的可怕 好像马上要一样的命 可是骨松的鸡少的问题 可能是影响到 你长寿的生活品质 最关键的因素 除了品质 我还要提醒香隆 一个正常的老年人 因为宽骨骨折 死亡率很高 对不对 二十几% 对 那比癌症还高 对 好 所以 那比癌症还高 因为讲到骨中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要特别提 因为其实到了我们这年纪 五六十岁以后 尤其是妇女 因为骨 骨松的问题 性别差异很大 对对对 就是说 女性在骨中的问题 因为女性的先天的结构 她的生育或者说她更年期的影响 荷尔蒙 影响 女性在骨中的情况 会比男性要明显很多很多 对对 所以呢 女性的比较长寿 但是女性说实在 受到骨中的困扰的有两部分 一个当然 第一个 你尽量避免摔跤 因为摔跤就会出现 盘管中所说的那种 很容易断 对 骨折断裂 或者宽骨的骨折等等 一旦断裂了之后 第一个死亡率提高 第二个呢 有的连打石膏都没有办法 进广告 其他的交给盘怀宗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今天星期二的时间 民国100年09年9月8号 那请呢 盘怀宗 那为大家提供的医学新知 好 刚刚讲的 怀宗今天带来的主题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骨松的问题 骨质疏松症有关的问题 当你骨松的时候 医生罗告 你骨松 当你是检查 骨命 骨命图的检查不难了 现在呢 简单检查一下之后呢 给你一个数值的量表 绝大部分的妇女 台湾绝大部分的妇女的 都有骨质疏松的 我有问题 对 轻重程度不等 男性呢 多半比较缓和一些 他在提醒你 就是说 你要开始预防跌倒 因为女性呢 一旦到了五六十岁 六十岁之后 任何的跌倒 都可能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但是你不太容易察觉到的是 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 因为我们的平均余命 台湾部分男女 平均余命 已经到八十岁了 女性已经到八十三 三岁多了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到你更年期之后的 你的身体都开始变形 你的身高变矮 你的身体会开始扣揉 甚至于会开始 有点侧弯的情况 你要维持漂亮的仪态 越来越困难 那个跟你的骨质 就有很明显的关系 所以你第一个 你要努力注意 你自己的仪态 你的仪态开始变的时候 它不是坐姿的问题 不是睡觉姿势的问题 而是你的骨蜜的问题 你的骨蜜要非常的小心 它可能会带给你 带来很多的痛苦 会让你痛不欲生 好那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骨蜜的时候 医生一提醒骨蜜 现在妇女的解决性提高 那一听到骨蜜 那我赶快补充钙质 那如何让我的骨隔能够keep住 你刚刚提到的这都是 这都是呢 就说医生的处方用药 用药 这都是处方用药 那比较有效了 这不是在外面买的 可是它里面是有后遗症 一天你就知道说 会不会有后遗症 果然有后遗症 那怎么办 对那所以因此呢 这一次的这个研究呢 就是这个英国伦敦 帝国学院的 这个机械工程系的 这个博士 马博士做出来以后呢 那么他的指导教授 当然就是机械系的 这个一个指导教授呢 那么他就特别出来讲 他就说 我原来 他没有想到 测这个东西 那但是后来 他们因为这个博士论文 他们觉得测一下 是不是很有意义 就没有想到 就有这个突破性的发现 所以他们自己也非常惊讶 没有想到说 天然的骨头 竟然有这么样的 这个神奇的功能 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发现 就人类 虽然说一直在想办法 抵抗这个上帝 或抵抗大自然 这也有点像抗老化 抗骨头老化 但是后来发现说 原来 我们天然的东西 它有一定的一个平衡状态 它就可以提供那个完整的弹性 而没想到 这个发现以后 竟然有这个现象 所以因此他们觉得说 这是一个重要发现 这是一个重要发现 那他指导教授 就是机械工程系的汉森教授 那么所以因此 他就特别提出说 以后我们再看 药物治疗效果的时候 就不应该只看骨质密度 应该同时要看柔软度 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另外他在机械工程系 做这种 有关这种骨头的研究 他还有一个共同指导教授 那共同指导教授在哪里 你一定猜得到了 就在医院里面的一个大医生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很多的样品跟解释 需要由医院的医生来做解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 就是由所谓的这个机械工程系 跟临床医师做合作 然后共同指导的一位同学 那现在是目前最夯的一门学问 以阳明大学医学系来讲 我们阳明大学医学系呢 现在每年有十个名额 叫做医学工程师学位 医学工程师学位就是说呢 他前两年呢 是送到工学院去念的 前两年在工学院 他还是要念七年 他念六年 现在是六加二 现在台湾的医学院 不是七年了 以前医学院是七加一 现在是六加二 都是八年了 但是好就好在同学啊 的那个第一年的薪水啊 比起以前差很多 因为原来七加一的时候 那个第七年最后那一年在医院 是用学生看待 所以一个月呢 大概五六千块 七八千块这样子 那是血汗的 对血汗对你讲对了 那但是那个七加一 那个一啊 那个一可能就是七八万 八九万 甚至有的好一点十万 那不一定啦 每个医院不一样 所以那个七加一的时候呢 那个七的最后一年 那个一啊 同学都觉得太血汗了 那现在改成六加二不一样了 六加二就是那个二 都是七八万一个月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结果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其实没差 所以因此现在医学系学生 是六年就毕业了 就六加二 嗯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 BGYY 两年在医院实习 对对对 啊以前那个 以前第一年叫见习嘛 第二年叫实习 所以见习是血汗医生嘛 你这样听懂了吗 所以现在改成六加二 对啦 因为你听到大部分的小医生的抱怨 都是在内眠 对对对 那今天 第二年当看到有收入的时候 心情就好 对对对 那今天因为我们飞碟 早餐的听众朋友 也算是有这个机会跟你说明 像因为有些人还搞不清楚 七加一六加二这个事情 那没关系 那所以他医师工程师学位呢 就是前两年在工学院念 嗯 那我们阳门大学 现在当然是送到交大去念嘛 因为马上要合并了 2月1号要合并 所以我们医师工程师学位呢 那就是前两年在 全部在交大念 嗯 那念完以后呢 第三年回到 阳门大学的医学院 然后就开始念所谓的 医学相关课程 三四年级 嗯 然后五六年级到医院去 临床学习这样 所以六年还是六年毕业 嗯 阳门大学不大吧 我没有进去过 你没进去 下次我带你 我每次都经过校校门口 下次请你们在里面吃饭好了 真的吗 因为有很好的餐厅 好好好 下次可以去一下 你可以看一看 对 那现在 现在重点是说 那现在如果说 大家开始除了注意到 就是说骨头的密度 也要注意到骨头的弹性 对 可是他现在又没有一个 比较简单可操作的检测技术 对对 现在要 现在要 马上要做出来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机械工程 刚刚我讲 他是用diamond light 用钻石光 然后另外是用 用那个S光绕色 绕色那个显微组织 所以显然看起来就是 科学的进步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基础医学 这种就叫基础医学科 或者我们叫医学工程系 医学工程系 那医工的人才 他先发展这些技术 然后发展成熟之后 再送到医院去给医生使用 那他们就可以做来评估 所以以后你在用药的时候 就有趣了 你们会想到 未来会有一种现象 就是说 你其实吃这个药 只会增加骨质密度 有好处啊 怎么没有好处 你还是有好处啊 股密还是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 你股头还是 然后也会降低骨折区 也对 但是你降低 不会降低到百分之百 可是你如果另外一个药说 这个又会增加骨质密度 然后又会增加弹性 那你显然听起来 那个药可能就会比较贵啊 或甚至会比较红啊 那以前因为没有看这一块啊 所以你所有的药拿出来评估的时候 没有评估这块的时候 你就不晓得 这些药在这个弹性部分 他们有什么优劣性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就是叫划时代的进步 为什么我拿出来讲的原因就是说 以前我没有想到这一块啊 那也没有 也没有仪器能够去测它的弹性啊 那现在显然看起来 英国伦坤帝国学院的机械工程系 他们显然找到了一个方式去做 只是说这个东西 是不是能够很快的送到临床去用 是一个重点啊 那我还要强调一个大的重点 要跟香隆讲 就是说刚刚我讲到 就是说把这个吃骨头细胞关起来 目前在临床上有三类药 我们现在讲的只有其中一类 叫做双磷酸盐的药物 它就是比如说像浮善美啦 锐骨灼啦 骨微状啦 骨力强啦 等等这些药 那不包括另外两类的药 另外两类的药像保格力或钙稳定 或者是像分安 这些药物不包括在今天讲里面 虽然他们都可以把吃骨头细胞关起来 但是因为把吃骨头关起来的这个药 现在目前在临床有三大类 我今天不要讲 因为讲的太复杂 那三大类里面其中有一类 叫做双磷酸盐类的药物 所以它其他病还没有研究 那日后会不会去研究 有可能啊 因为你既然创了这个仪器可以测柔软度 他就会去看 那其他的药有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有趣的是全部都一样 好 那你们继续市场占有率都一样 如果一测出来有的不一样 哇那不得了了 那个骨架就硬身上扬了 而且它甚至可以经过临床的实验 证明了以后 它可以申请新的适应证 就是说呢 我同时还可以增加骨骼弹性 你听懂我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就讲说 这个是衍生出来的 这个新闻都没讲 这是我们飞碟我才讲的 所以如果记者写这一段的话 那那个新闻性更高啊 因为那个整个是影响了 整个药物发展的趋势 也就是药物发展 其实不只是考虑骨子密度的增加 同时要考虑骨骼弹性 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就很有趣了 当然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药 还没还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这个药 因为以前没有评估这一块 那现在目前第一个评估的是 最大宗的药叫双磷酸炎的药 它发现弹性会降低 那至于像刚刚我讲的 像保格力啦 钙稳定啦 芬安 它也是把死骨细胞关起来 但它不是跟双磷酸炎同样的激转 那它会不会跟那个药一样会降低弹性 不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 你不能够预测也不能乱讲 他现在这个文章只讲到双磷酸炎药物 可是我也要补一段文字 你让我念一下 因为这个要非常小心 我补一段文字 他说呢 我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医学新知的报道 我们是一个讯息的提供 正在服用双磷酸炎药物的人 绝对不可以擅自停药 而自己到底适合哪种药物呢 应该听从你医生的交代 你如果水准够 你可以跟他聊天 大家可以聊天 讨论你最好要 如果你能力不够 你不要去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因为人家医生的知识还是很高的 那另外呢 就是无论你使用任何药品治疗 你都要注意安全跟预防跌倒 因为如果你不注意安全跟预防跌倒 你不要以为说 你吃了药以后就是无敌铁金刚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因此呢 如果你同时注意安全预防跌倒 那才能避免骨折的发生 而且同时呢 生活习惯还是重要 你是比如说 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 戒烟 陷酒 统统都要来 你不能说 说我服了药以后 我无敌铁金刚 我其他都不注意了 我继续肥肋 继续抽烟 继续 那不行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潘怀中 当然刚刚讲的就是说 骨蜜度的问题 以及骨头弹性的问题 过去呢 我们当然现在现代人啦 尤其在比如说像废蝶早餐里面 我已经不厌其烦的 讲骨蜜啦 讲肌少症的问题 讲非常久了 这对于呢 大家越来越长寿 对中高龄的这些呢 这些呢 长辈们朋友们来讲 你如果不能够维持足够的 就骨蜜度跟 跟就是说呢 肌肉量 你要不要说运动 你连日常的行动呢 都会受到很大的困扰 好但是呢 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种骨蜜度的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 有了骨蜜度之后 希望呢 骨头的弹性 那也能够呢 也能够 要拉起来 增加 这种呢 目前不管在检测 跟用药上面来讲呢 临床上面都还有困难度 但是大家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进广告 回头之后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另外还有个新药 对好 那这个新药呢 请怀中的提供给大家 还有就是 那大部分的妇女们 我们刚刚讲到台湾 我看到之前的报告 是绝大部分的妇女呢 可能都有骨蜜的问题 那怎么办 进广告回头聊 好 非得了吗 非得早餐 我是南达龙 来星期二的时间 盘外中的时间 盘外中间带来的是 骨质疏松症的药物 有没有可能 使骨头更脆弱 所以更脆弱 就是因为 你可能注意到 提高骨密度 但是呢 骨头的脆度也增加了 那因此呢 弹性没有了 其实我们的骨头 每一根骨头外面 还有一个骨膜呢 包在那个地方 那个是让你的骨头呢 维持某种的紧密 跟小弹性 可是呢 骨头本身的那个质地 不是光是硬越硬越好 硬但如果轻轻一敲 就会碎碎成粉状 那也没有用 好那因此呢 这些我们在使用的药物呢 它可能有一些 副作用后遗症呢 是过去被忽略的 现在被注意到了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药物呢 是需要特别留意的 另外大部分的妇女 都会遭遇到骨蜜的问题 因为周围很多的长辈 老实讲 这一摔跤 一摔跤就困住了 一摔跤就困住 人生从你摔跤的 那一秒钟当中呢 就改变了 周围有太多 尤其是女性的长辈们 那这点是要特别提防的 怎么办 好 我首先来讲 就是刚刚讲说 我们骨蜜的药物有两类嘛 一类就是让吃骨头的细胞 吃慢一点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让 长骨头细胞长快一点 那如果你刚刚还记得 我一开始就讲说我们年纪老了以后呢 吃骨头的细胞依然是那个速度 然后呢 长骨头的细胞呢 变慢了 所以才会越来越骨松嘛 你记得我刚刚讲这个话嘛 所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 让长骨头的细胞活化一点 吃骨头细胞不动它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对 理论上是这样 只要你长骨头的细胞的速度又上来了 对对 那就好像就比较回到 比较回到年轻时候的 感觉上那个样子 当然结果是怎么样 还要详细研究 但是目前来讲 在市面上的药物就是 把那个吃骨头细胞关起来的药啊 一坨拉骨 我刚刚念的至少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种 还分三大类 可是真的让骨头长起来的那个药啊 我刚刚讲的你不知道记不记得 它只有两个药 一个台湾还没有上次 只有剩一个 那这个叫做骨稳 骨头的骨稳定的稳 所以看起来来讲 这都是处方用药 都是处方用药 但是看起来来讲的话呢 好像理论上来讲 理论上来讲 是不是应该是把这个 生成骨头的这个东西提高 好像会好一点 但是呢 如果等到 这个所谓的弹性 这个机器 可以的 也要去看它 是不是弹性会回来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实验 所以我说啊 如果这个英国伦坤 地球学院这个机器出来了 我真是很想把它买一台来 然后送到 捐给那个 杨梅大学医学院 那他们就可以做这个研究啊 那很好的 很有趣的 那但是呢 现在呢 问题来了 就是说呢 你现在这个 健保啊 如果你要打这个 骨稳这个药的话 就是生成细胞这个药 要自费吗 它的这个 几乎的条件呢 比较严格一点 大多呢 是需要自会使用 大多了 那么 每一支呢 是 14000到18000左右 对 其实像这种药 自费药物啊 大部分都很贵 对 那一支是 14000到18000 那因为他天天皮下注射 那么所以 所以 所以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是呢 到底啊 到底你应该选择什么药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 一个 刚刚我讲就是 还要考虑健保几副条件 你还要考虑什么 经济状况 然后 不便宜 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我我点到为止了 我点到为止 那但是我今天要讲一个 有趣的东西就是说呢 刚刚是说 一种药是把死骨细胞关起来 一种药是让 深层骨头细胞活化起来 如果有一个药 同时两个都可以起来 就是又可以让 深层骨头细胞慢一点 不 就是吃骨头细胞慢一点 然后让深骨头细胞又快一点 那就很快就平衡了 这样现在是最新的药 叫做益文挺 在台湾还没有 你怎么知道 一定你刚刚讲说 就只有一种啊 哇塞你的脑袋很好 那就还没有啊 那这个益文挺呢 它是在什么时候上市的呢 是在去年的四月 美国药物食品检验局核准上市 那现在目前呢 这个美国可以用 欧洲也可以用 日本也可以用 台湾还没有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同时让两个细胞都有反应 一个就是吃骨头细胞活性降低 然后深骨头细胞活性降低 一个药同时有两个作用的 全世界现在有一个药 叫益文挺 好当这个药 那希望是我们年底能不能上市 因为他现在预估 因为媒体也都是预估嘛 预估说2020年下半年会上市 那不知道 现在还没看到 对我觉得 我觉得这些的用药 因为他是中高龄的 就是说呢 这些民众呢 可能在寻求医疗协助的时候 虽然他有点贵 虽然药很新 但是 但是他的需求量应该还蛮高的 而且他可能超过了 大部分的长辈们的负担 你讲的真对 我接到很多电话 一定的 他说打电话来说 那医生叫我打这个药 我没有钱打怎么办 我听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对这个是最困 因为尤其人到了高龄的时候 他不太有安全感 他会觉得呢 我花很多钱在这种 一针下去不晓得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什么效果 在医疗上面 他会特别的舍 我跟你讲个真正的故事 我就在上个月接到一个电话 九十几岁的老先生 他是行政院退休的 然后呢 他就住在士林中正路 你看我都讲到这么细了 他打电话来就说 哎呀 他说我啊 以前我跟我太太两个公务人员 退休缝没有被砍的时候啊 你说我打个一针 一万块两万块 我还出得起 他说现在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退休都被砍了 他说我现在打这个针 我现在打不起了 他说怀中啊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你知道吧 结果你知道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开着车 推着容易把他推下来 开到我一个好朋友的骨科诊所去处理 然后我再把他送回去 就这样 因为我并不清楚他 因为他讲的东西不一定是实情嘛 所以我必须去请我朋友骨科医师先看嘛 因为他讲的不一定是他需要的东西嘛 请我们骨科医师看过以后 那也是骨科名医嘛 那看完之后呢 那个骨科医师就跟我讲说 他其实并不需要打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的一万两万块的东西 那是他自己误判 但是呢他给他处理以后 他现在也好很多了 好 对 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要记得 因为我做选民服务多了以后呢 就病人讲的东西 不一定实际反应 没错 他的病情 那因为他的知识跟医生差距太远 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误解医生的意思 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是 别人讲的 不表示那个当事人讲的话 不一样 就病人自己主术的情况 以及病人的反正久病成两医 自己喜欢当医生 常常自己就会觉得自己是怎么样 跟事实呢未必是一致的 对对对 不过你要办法中的这么好的市医院 你一定要维持健康 将来你可能要帮我推轮椅 谢谢 好啦 不过呢 帮我推轮椅 今天带来的在骨质树中症的药物 虽然有一些的药物呢 你可能很期待 但台湾还没有 不过呢 重点是提醒你 就是说对于骨头健康的 这个理解 不是光只有补充骨迷度 对对对 不是光只有钙质 不是只有呢 让骨头硬而已 还有重要是生活习惯 就不是吃药就无敌铁金刚 对对对 这都是 尤其牵涉到骨头跟肌肉的问题啊 它都是很长时间的问题 对讲对 它不是今天打针吃药 明天就会好 对你讲真好 你起码要有个一二十年的时间啊 慢慢 换句话说生活习惯的养成 不是等到五六四岁才开始 你讲这个话是专科医师写的 那个每一个字每次 你都跟他们一模一样 真的 我早就告诉你 就是我都可以写了 不晓 你以为我只是念念针志吗 不是的 好啦好啦 对了 好 感谢了今天到我们现场 带来医学新知的帮忙中 感谢 好谢谢 谢谢 来下回来进网站 谢谢